大家好,欢迎收看消费流行线,我是主持人蒋洋洋 上个月,2017年的全球50家酒吧大奖赛在伦敦南华客大教堂拉开帷幕 本次的参赛者均来自地下酒吧、当地酒吧和酒店酒吧的顶尖调酒室 大赛举办地点选在伦敦,冠军是伦敦Savill酒店的American Bar 同时,伦敦也是酒吧上榜数量最多的城市 但其实这并不是巧合,也不是给主办方面子 那为什么呢?我们来看看 去年的冠军,由纽约华尔街最爱之称的The Dead Rabbit下滑至第五 今年的前十名单中,另外两家纽约酒吧有 位列第八的Eta Boy,位列第三的Nomad 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西洋两岸的交流日益活跃 伦敦涌现了大批提供新潮纪尾酒饮品的美式酒吧 创立于1903年的American Bar,便是其中之一 如今,American Bar已经是伦敦最长寿的美式酒吧 也是全球最经典的酒吧之一 除悠久的历史以外,American Bar还有11位记忆精湛的调酒师 比如说,2011年的Tables of the Cocktail 全球年度最佳调酒师Eric Lorraine 能荣获今年的全球最佳酒吧称号 American Bar的饮品肯定有它的独到之处 比如说,它的菜单叫Coast to Coast 能让顾客体味到英国,由南到北的乡村景色 民间传统、历史和个性 肯特郡的英格兰花园 舍武德森林 伦敦的装置艺术时代 爱丁堡古堡 都为酒吧的创意饮品提供了灵感 这些富有诗意的饮品价格也颇为昂贵 比如说,30英镑的Arsert Seat 原料包括Royal Brockler 16年的麦芽威士忌 Coke Tree Rosa 野生忍冬开胃酒 葡萄酒 蜂蜜水 树莓醋 苦啤酒 其他位列前十的伦敦酒吧包括 第九名的Bar Termini 第四名的Cone Out Bar 精品酒店Mondry London 和植物主题酒吧Dandelion 不仅位列本次榜单的第二名 还获得了今年的Tables of Cocktails 烈酒大奖 和全球最佳酒店酒吧 本次榜单的前50名来自19个国家的24个城市 欧洲和美国占比最高 分别为19家和13家 亚洲共有12家上榜 全球位列第七的新加坡 Mahattan Bar 获封亚洲最佳酒吧 上海的Speak Low 位列全球第十 亚洲第二 此外 台湾的Indulge Experimental Bistro 全球第28名 香港的Queenery和Lobster Bar 分别位列全球40名和49名 好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